像乒乓球大小的冰雹从天而降 甚至开始将车子挡风玻璃砸出裂痕 让驾驶胆战心惊 法国东南部周六突然出现暴雨加冰雹的坏天气 下了短短十分钟却带来不小灾情 道路出现淹水情形 树木被打断建筑物也有回损 学校老师一大早就来清理窗户碎片 清扫积水 据估计当地还有超过两千栋房屋 没电可用 灾损最严重的是农作物 被誉为法国果园的重灾区 奥福涅隆阿尔卑斯大区 是粮食生产重症 但这场冰雹雨打坏农夫们超过八成 甚至是全部的农作物损失惨重 法国农业部表示会尽全力 帮助农民生意不受影响 并且提供相关补助金 让他们渡过难关 大海新闻 正宇轩编译 墨西哥因为 帮助农民生意不受影响 帮助农民生意不受影响 帮助农民生意不受影响